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商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这其中率先崛起的淘宝和京东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 但拼多多却一军突起 撕出了一条血路 瓜分了很大一块蛋糕 那么拼多多是如何取得现在的成就 拼多多上的商品又为何卖得如此便宜 难道说是拼多多卖的都是假货和劣质品吗 其实并不是之所以能卖得如此便宜 是因为拼多多精准地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 一、瞄准市场促崛起 在淘宝和京东的挤压下 一个新诞生的企业要想抓住客户 快速占领市场必然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拼多多诞生于2015年 创立初期 他将目标客户定位在对低价物品有大量需求的人身上 这也是拼多多崛起的第一个阶段 成功凭借低价吸引了下沉市场的用户 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之后 拼多多已经有了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 这时拼多多开始将受众定位从下沉市场提升到一二线城市 不再紧紧走低价路线 更是不断优化产品的性价比 以实现成功引流 此外 拼多多还通过给受众提供更多的福利来创造新用户 比如百亿补贴 通过低价购买大牌正品 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新用户 各式各样的拉新活动 更是让拼多多获得了大量自来水的宣传推广 自2015年问世至今 拼多多的活跃买家人数突破八亿 连续两个季度位居行业前列 在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 纵观拼多多的发展里程 正是靠着便宜来抢占市场 那么究竟拼多多上的商品为何如此便宜呢 2.成本低更便宜 1.物流成本低 相较于传统的实体店购物 网购需要提供快递服务 而现如今消费者更是对包邮情有独钟 所以商家在定价时要把物流成本加进去 这就需要在出货量多后与快递公司进行协商 以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 不少拼多多上的商家 在寄快递时可以将价格压缩到一元至两元一单 比个体用户寄快递的价格要便宜得多 销量越好的商家 寄进成本能够更低 物流成本降低之后 相对应的商品售价也会更低 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拼多多的许多商家 所卖的商品都是从工厂源头直接发货 省去了以往从厂家到经销商 再到代理商的层层剥削 有效地降低了货物的成本 缩短流程之后 商品定价虽然低 但仍然是处于盈利状态 换句话说 拼多多走的就是薄利多销的路子 只要销量上去了 便宜的价格也能够有不错的利润 三、拼得多省得多 拼多多的购买模式和淘宝 京东等平台最大的不同就是 同其他用户拼单购买商品价格会更加便宜 所以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中 会去邀请自己的朋友或者和其他用户一起拼单购买 这就有效地提升了商品的销量 对于用户来说 拼得多省得多 对商家来说 卖得多能够赚更多 当然 为了消费者能够更方便的选购商品 在浏览拼多多的相关页面时 可以获取免拼卡等道具 不用与人拼单 也可以直接享受低价服务 四、多渠道销售 很多拼多多的卖家在其他电商平台也经营的有店铺 针对不同平台的目标客户 所采取的销售方式会有所不同 针对拼多多的目标受众 在这个平台上售出的产品价格会更低 拼多多走量、淘宝等平台走价 以此来保障商家的利润 拼多多凭借着价格优势 众多活动与福利 丰富的社交模式等吸引了众多用户 成功在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 这其中 便宜的商品价格更是成为它吸引用户的第一要素 了解了拼多多产品价格低的原因之后 相信大家对这个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拼多多次推出之后 推出了诸多福利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方便好用的服务 能够解决各类小物件、日用品、水果、蔬菜等产品的需求 在打价格战的同时 拼多多更是在不断地完善各项服务 推出的多多买菜等功能更是将用户与平台紧紧绑在一起 增加了用户粘性 各式各样的活动让拼多多成为社交利器 不断地吸引更多的使用者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进步 多渠道的电商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在多方面的使用需要 拼多多的价格优势是它吸引客户的首个要素 百亿补贴的风潮仍在继续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购 结语 电商平台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要想获取更多的客户 必然要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拼多多仍在不断完善自身 至于前景如何 大家不妨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